荒野土地 尊嚴自治 荒野土地 尊嚴自治 荒野土地 荒野土地 各原住民团体代表 刀局 獵刀 向国民政府呼喊着尊嚴自治 荒野土地 奉仕即將舉辦的中華民國百年國慶 是未國慶 臺灣原住民部落行動聯盟 提出尊嚴自治 還我土地的訴求 批判中華民國政府慶祝國慶 是不懂得反省 通話我們 誰是一個惡靈 在哪裡 在總統府 誰是一個邪靈 在總統府 那你可以看到我們今天所有的原住民 絕大部分的人 沒有土地 過得很苦 你看老人 小孩 他們流浪到台灣在自己的土地裡面 過著流浪生活的 可以說比比皆是 所以我是希望說你們好好的一個要反省 如果 如果你們沒有反省的話 原住民這個區塊沒有給你做一個加持的話 你在台灣的震盪性是沒有的 現場播放台灣原住民族所遇到的 各式各樣的困境與爭議 以及原住民族爭取生存權利的影像回顧 現場有阿美族台巴朗青年團 控訴政府剝奪土地 也有平埔族原住民族代表發言 批判政府刻意漠視平埔族原住民族的證明權 在這個所謂的 他們所謂的這個建國百年 對我們來說是非常的難過 非常的諷刺 有嚴厲的控訴 也有溫柔的抗議 現場邀請到許多年輕族群以歌聲表達心聲 就在中華民國政府盛大慶祝建國百年國慶的前夕 原住民族團體結盟拿起砍刀 刺破精彩100的字樣 要諷刺中華民國政府不重視原住民族的事實 記者賽 莫拉斯 台北採訪報導